天冷套上发热衣 靠了可不是发热两个字 就会让身体暖和 这可是有科学根据的 关键就是四个字 锯脂纤维 实际测试 一边放上蝉丝 另一头放上含有 远红外线材质的机能纤维 后方打开加热灯管 机能锯脂纤维快速升温 一般的蝉丝则是温身较慢 这就是发热衣的原理 但穿上身 不同厂牌不同材质 保暖程度大不同 现在我的胸口这边的温度 是只有18.3度而已 跑完步之后再量一下 胸口的温度 一量之后你可以看到 我的胸口温度 马上变成20.2度了 难道这一件 它的发热效果比较不好 有 你看一下 它上面前面是变成了 21度的一个温度 看一下 我的胸口温度变成了20.1度了 所以三件的这个衣服 都各自都有发热的效果 实验发现超伤发热衣 温度升高了1.9度 专柜的发热衣则是0.4度 材质最后的平价伊甸发热衣 温度升高了1.2度 除了证明发热衣不是越贵越保暖 也说明了不是摸起来材质越厚 才越有发热功效 短纤维为底的保暖衣 或者是发热衣这样子 才会就是说你的透气跟稀释 才会比较好 除了吸收外面的一些热度 能够保留在衣服上以外 人体本身的一个热度 也能够保留在衣服上 一年上看百万件业绩的发热衣 全台热卖 但该怎么挑选 切记闷热可不代表温暖 透气快干的发热衣才是关键 感谢观看